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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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学习 多多地学习基督的样式 那我也现在好像对呼召也是越来越清楚了 那不仅这样 那我也对戴小组也特别地有负担了现在 我就很愿意去戴戴小组 对啊 像你们小组一般的正常就会几个人? 现在正常的有九个人 平常还有一些不太固定的可能有十来个人吧 十来个人 那就是你需要计划就是费身 然后分两个小组 就是半年以后呢 我现在刚刚建立的很熟悉了 大家关系都很密切了 都可能都舍不得分开现在 因为像那个你戴的三姊妹 她现在也很不错嘛 你就可以预备她经历她然后做主张 然后其实这样现在开始计划还是要半年以后 当然可能不舍得 但是我们想到我们小区那边有好多人都没有认识耶稣 然后我们如果在小区里面有小组就会的话可以向他们传福音 并且记得这样的方法可以把他们带来牧养 对 对 那因为主的缘故也因为他们的缘故 那个婚主的事情我们来祷告 两年的时间可以达成 我的一位属灵的导师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一个信徒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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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的头两年如果没有把他挑教带领的好的话 那两年以后他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不早调的基督徒在信仰上他就会漫不经心不认真 这话我是深有体会那我用积极一面与大家分享 一个信徒在头两年之内若是能够把他带得好的话 他就有可能成为教会的一个同工并且可能成为小灵袖就是小组长 我们前面看了刘明带着王大姐在基督里这样的成长一路上从建立光系到建立信仰 从建立信仰到建立服侍到了最后他能够起来做小组的带领的服侍 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心动了吗 心动不如行动有感动更需要去行动 现在应该是你去带门徒的时刻了 让我们一起去带门徒吧